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进入重度昏迷状态 虽然生理机能正常 但是恐怕很难恢复自觉意识了 什么 纪平 你的意思是 傅思念基本上很难再醒过来了 刚才你们也看到了 我用了各种刺激手段 他都毫无反应 如果我的诊断没有错误 傅先生现在 他被人植物人了吗 不是没有醒过来的可能 这个还需要进一步的诊断 我手边的器材有限 所以呢 我们还可以再看看 他是顾启正的心腹 顾遣就和傅思念之间感情不好 他也略有耳闻 傅思念 好端端的一个人 怎么就突然成了植物人了 这里面肯定有某种 耸人听闻的内幕啊 顾说 傅思念吃的这种药 是治疗心脚痛的 而浅秋放在水里的药 排他性极强 我怀疑 是两种药的成分相互作用 对傅先生的中枢神经 产生了伤害 顾说 这件事 现在我们该做什么 如果再不处理 只怕会引起傅家的怀疑啊 顾启正不说话 眯紧眼睛思考半上 才缓缓地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得到傅思念车后住院的消息 傅老爷子差点没晕过去 如果傅思念出了事 傅家就只能交到傅维川的手里 他辛苦了一辈子 最后是为他人做了嫁衣 傅义忠和黄雅谦 搀扶着傅振亭赶到医院 大夫 我孙子 怎么样了 您是病人的爷爷吧 啊 病人目前的情况还算稳定 腿骨骨骨折 需要几个月的调养 但是 但是什么 病人头部的伤有点问题 这次撞击似乎让他脑部神经受损 目前病人处于深度昏迷状态 何时能苏醒 还是个未知数 你的意思是 我的孙子他 如果恢复得好 也有苏醒的可能 羁绊下走进办公室的时候 心情还是愉快而充满期待的 傅思念喜欢他穿裙子 他说 他穿绿色衣服最好看 什么 车祸 傅总才带你 好的 我马上去办 大家都先停一下手头的事 到会议室集合 我有钥匙通知 赵伟婷是最后一个走进会议室的 今天早上 傅总在开车来公司的途中 发生严重车祸 天哪 怎么会这样啊 Boss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脱离危险了吗 天哪 伴侠 怎么就出了这种事呢 傅总昨天还好好的呀 他的嘴唇白得几乎没有血色 一双手紧紧地交过在一起 傅总现在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 他的头部和腿部都受了伤 几个月内 应该都无法来公司上班 即日起 公司的一应事务 都由副总裁 朱耀阳建立 卫婷 你能不能告诉我 副总住在你家医院 抱歉 半夏 这个我也不清楚 副总的家人并没有跟我说 副总住在你家医院 半夏 如果没有急事 最好不要请假 对不起 可是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 说到哪里 我会自己去说的 季半夏 没有正当的理由 还想请一下午家 你当华驰是你家开的吗 住了公司 季半夏先在手机地图上 标注几条路线 傅斯年是在上班途中出的车祸 他标注的几条路线 都是从他家来公司可能会走的 季半夏打了一部出租车 去了第一家医院 然后是第二家 第三家 第五家医院都找遍了 天也黑了 站在熙熙攘攘的医院门口 祭拜下沮丧的无一部家 两千万人扑的大都市 几百万张病床 他的副司 究竟躺在哪一张床上 要不 再去郭先生 上次住的那间医院看看 打车到了医院 几半夏才发现 自己根本进不去医院的大门 上次由顾清少派了护士过来接他 这次他自己逛了 报案根本不让他进来 那 请问是不是有一个叫傅斯年的病人住在这里 我不进去 如果他真的住在这里 求求你告诉我好不好 这个我哪知道 不过今天上午确实来了一个出车祸的病人 天哥很有来头 不知道是不是你要找的人 谢谢你 好人又好吧 你一定会一生平安的 赶快走吧 门口不让前大人逗留 这家医院比较拼 绿化面积也很大 高高的花墙两边 都种着漂亮的观赏树 爬树 墙太高我翻不进去 我可以爬树 几百下你蛮有本事呀 竟然找到这里来了 思念在哪 我要见他 外面是类似会客厅的开间 根本看不见里面的情况 找傅思念 进来吧 把房门关上 千万别让其他人听见 这里在演小三上门找情夫的戏码 千秋 谁来了 是一个不知廉耻 妄图攀上高枝的贱人 你侮辱别人的人格 就是侮辱自己的素质 替我脸红 纪板下 你拿面镜子照照自己 看看你够不够资格说这种话 真奇怪 没有我们的邀约 你竟然能闯进病房 你身上的伤痕 是对门口小保安现身的痕迹吗 顾俊 你以为这种低级的侮辱会让我生气吗 我要借负思念 麻烦你让开 让开 你以为你谁呀 纪板下 这里不欢迎你 请你马上离开 思念想不想见我 不是你说了算 近世 你还有理了 我肚子里的孩子要是有三长两短 你死一百次都不够 这位小姐 麻烦你离开 这里是私人病房 傅太太有权决定谁能够探视傅先生 思念 思念 我是伴下你在里面吗 别喊了 他不会理你的 我告诉你 思念永远都不会再理你了 你撒谎 思念怎么会不理我 你撒谎 为什么 你明明住在里面 为什么一直躲得不出来